他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又或者是什么鬼马天才 而是一个 在古往今来的江湖舞台之上 时不时会出现 但是绝对不会站上来 做主角的小人物 就是看上人 算命先生 其实说算命先生 这类的人物 他们这个职业 历史真的很长篇 战国时代 有个大人物叫做鬼谷子 很多算命先生 都认他做祖师爷 因为他不单止 教出了两位 明镇天下的兵法名家 旁冠孙殯 全民 后来在战国历史上 起着好大作用的两个口水佬 张仪蘇秦 也都是他的门下 那鬼谷子的四位徒弟呢 无论是在战场青红的 亦是在庙堂之上 凭妙语连珠 折腹行神 中横天下的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事 好识体相 好识的揣摩人心 看你眉头眼额 就可以揣摩到你内心想法 甚至断你吉凶祸福 使得他们在说服自己的君主 又或者同僚 甚至是敌人方面 无枉而不利 这一手揣摩人心的本事 就成为了后世 很多算命佬眼中的金科玉律 讲到这些书 有些朋友忍不住问 喂 老林 既然按你这么说法 以前算命佬的祖师爷 居然有这么大本事 甚至凭一把利口 一双利眼 可以左右天下大势气运 那究竟有些被人奉为生神仙的 那些算命佬体相先生 他们的本事是真还是假呢 哈哈哈哈 正所谓假亦真事 真亦假 你想找到的答案 那就慢慢听下我讲这个故事 我们这个故事 发生在清末文初的时候 而我们这部书的主人公 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算命先生 而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乞衣仔 这个乞衣仔的名叫做张天阳 真是天生天阳 自小就因为家破人亡 被逼流到街头 跟整班乞衣群在一起 那些人见他无父无母 于是呢 又叫他做张野仔 这一天 阿野仔呢 就跟平时一样 跟他的乞衣同伴关系一齐 想着今天去哪里摆档乞食的 啊 谁知两个人一出门口 就在说京城里面发生现大事 什么事呢 说要去京城八大胡同里面 向人恩皮帮看场的翠云堂 那各位 讲到京城八大胡同呢 在文初的时候 不用说北京城 一提这个名字 凡是天下那些 好色之徒都忍不住 阴阴嘴笑 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 所谓的八大胡同 就是官办的风化区 也就是相当于 现在的红灯区的意思 北京城里面 只要是稍微 有些名气的记载 都会开阵在八大胡同里面 而在这么多间记载里面 这间翠云堂 居然可以排名第三 那就认真不惹小了 这个排名不是立暖峰 又或者自己叫的 是当时 在京城里面有些花边小布 大家就公以公推出来的 要获得这个排名 它又不是只是计你 这间记载规模有多大 或者里面的记女有多漂亮 当然你觉得是其中的因素 你还要计算在这间记载里面 究竟里面的设施 是否够豪华 有没有品味 舒不舒服 还有呢 里面出品的菜牙 是否够精美 那些记女除了她的样子之外 又有没有财情 而且最紧要一样 就是每年的年尾 在京城那些小布 联合搞的 冀国花灰 那些选美比赛里面 究竟是有没有人获得一个名词 那么今年新征头 最新的那届花灰选举 就是由翠云堂的黄翠眉姑娘 就独尖熬头 成为了这个 冀国花灰 那么翠云堂的姑娘 拿了花灰 生意就更加之好 尤其是 这个翠云堂的老板 唐大少奶 是听到自己旗下的姑娘 拿到个花灰娘子之后 还毫不在意 因为据她说 在他们那间翠云堂里面 论样子 论财情 这个黄翠眉 最多排在第三第四 哇 听到这些这样的说话 那些狂风浪蝶 还不涌眼过去吗 那照道理来说 翠云堂有这么多的美姑娘 生意这么好 肯定是很令人眼红的了 只不过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肥猪肉 但是自从翠云堂开门做生意来 一直都没有哪个人 够胀上门的夜市 又或者开什么游泳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翠云堂表面上的老板 是唐大少奶 但是实际上 翠云堂真正的幕后老板 称是唐大少奶的情夫 鞍皮帮帮主 黄泰水 各位 黄泰水当然是绝号来 他原本是有真名的 但是大家叫他花名叫得多 他真名叫什么名呢 反而没人敢得出 而黄泰水也都很满意这个称呼 因为他觉得这个名字够杀气 所以他都不刻意大家这么叫 叫下叫下 他真的连自己 几乎不记得自己真名叫什么 刚才那些朋友听到 黄泰水那个帮派的鞍皮帮 可能已经忍不住偷笑 我们广东人说 那些小孩的百验叫做鞍皮 那这个鞍皮帮 难道整班百验星就聚在一起 飞一下飞一下 所谓的鞍皮帮 其实是这样解的 以前在那些记载里面 出的事情花款很多 除非你是那些竞争对手 又或者专家对头 上门专门来搞事 那你当然要派一些打得的手下出去 要将对方打到落花流水 但是如果你说有些嫖客 争风喝草 又或者有些人喝醉酒 那你难道又派人把人打出去 那些客人 那这阵时 鞍皮帮的弟子 就可以派得上用场 因为你加得入鞍皮帮 必定有一样本事 就是要耐得挨耐耐得打 被人打到前胸后背 拼拎笨能 一样可以谈笑致虐 轻轻松松地 将你逼行出去 让你知难而退 能够受得人拳打脚踢 甚至是刀斩虎劈 上刀山落油 都不叫一声捅 不退后一步 这个人就可以在鞍皮帮里面 得到大家的尊敬 是鞍皮帮的英雄好汉 用捱打功夫来 客退客走对方 既不得失客人 又显出自己的本事 有这些鞍皮功夫的人 那当然更加受到 各个技仔 又或者赌场的欢迎 所以 这阵时的京城 凡是技仔 赌场里面 都有鞍皮帮的人 坐镇帮手 那你说这个鞍皮帮 帮主的势力有多大呢 而且 你别看鞍皮帮的人 只是一尾懂得捱打而已 所谓 练拳不练功的道路一场空 未学打人 先学捱打 这么捱 这么捱得被人打的人 打起人上来 也都绝对不会手软 他们的功夫也都绝对不頑 所以 一般来讲 只要这个技仔 有鞍皮帮的人 坐镇 就没什么地某流民 够敢立暖出去 夜市生非 而鞍皮帮的弟子 在这些赌场技仔里面 所领得的工资 也都会比一般的保镖 高得多 那既然捱得打 就有钱赚 自不然有人 也都很想来加入 这个鞍皮帮 那如果外来人 想加入这个鞍皮帮 也都很简单的 用他们的行话来说 你就要来献一下保鲜 献什么保呢 当然是你的本事 只要你能够 受得起 你去的这个技仔 或者赌场 那帮鞍皮帮的高手 一轮独打 而且捱打的时候 你还要神色如上 谭笑风生 一声痛都不捱 如果你捱得过去 那就可以得到众人喝彩 又所谓的献保出彩 那这个人呢 就不单可以得到 这间赌场或者技仔的效警 以后就会成为鞍皮帮的一员 参与这个技仔或者赌场的分红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规矩 所以呢 才吸引了很多人一年到头 都会进来技仔这儿 试试自己挨打功夫 过餐打来赚回钱的 只不过 其他技仔虽然不时会有人来献保 但是 够胆来翠云堂的人又很少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翠云堂是黄太帅的大本营 以他手下的四大金刚来作争 这四大金刚 出名 不单是本领高强 而且心狠手辣 到现在为止 虽然人人都知道翠云堂有很多游水 但是始终都没有谁敢 来劣劣腐甦 不过今天 终于有人来开这个头 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去 嘻 哇 真是热闹了 那些花边小报的记者 又或者平时翠云堂那些 姑娘的老伤好 又或者好像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张天阳那些乞衣仔 全部都聚了来 大家都想看看 究竟有哪个人 这么胆 一上门来挪打 当张天阳他们赶到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原本只是夜晚热闹的吹云堂 在这个白人里面 都早就里三层外三层 就逼满了人 这阵子 吹云堂的大厅那里 的人翻了三排排列 正宗摆着八张太师椅 椅上面 坐着八个 穿着长衫马垮的老人 个个都神情宿目 老成始终 这八个人 正是欣皮帮中的长老 亦都是德高望重 已经成名的前辈 他们是被人请出来做公正的 左边有两张高脚椅 一张就是坐着一个四十几岁 留着两片老鼠酥的中年男人 另一张就是坐着一个二十几岁 面色黑黑的肥仔 他们两个 就是今天要来献保的 那个人的徐宠 至于那个献保人 还未出现 在他们对面 也都放着一张太师椅 王太帅 坐着一个树 王太帅这个名字 看上去虽然很恶 但是实际上 大家看到他 这个人不觉得三十几岁 皮肤白白正正 容貌清瘦 文文正正 都不知道多么斯文 在他身口户 一色排开 站着四个标形大汗 人人的样子都凶神恶杀 正是他的护法四大金刚 至于外围 有些坐有些站的 大多数的欣皮帮的弟子 或者他们请回来的 所谓的三教九流的英雄好汉 就帮他们坐威 和做见证的 而做了整晚生意 原本这阵时 正是睡得很柔的那些姑娘仔 一个一个 也在二楼三楼那里 金晒出的头泥 在那里看热闹 张天让他们来到没来 八张太师椅里面 有一个老人 就站起来 拿了个怀镖出来 对对时间 帮主 时间到了 王太帅 点了点头 在他身后的四大金刚 就一起走出来 对着门口大声地叫 四金刚 迎客 在这个时候 在人队之中 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的 年轻者站起来 对着上面的八位长老 拱一拱手 他说 祖师爷在上 聂伟前辈 小子今天 忽然间 整身骨头都不知道 多么狠 所以我都上来 臭个热闹 希望聂伟前辈 恩准 为首的老人 就来看一看他 吓吓头 有东西 四周围的人 即时兴奋了 上来 原来这个 恩皮帮 有个规矩的 如果有人来献宝 在献宝的人 未正式落场之前 鞍皮帮的那些年轻人 也都可以来抢献宝 只要他们 可以经得起 看守这个技仔的 那个鞍皮帮的打手 一轮拳打脚踢 那他又不单在帮里面 可以拿光彩 还可以分到 今天来献宝的人 其中一部分历史 当然 这个北京是本帮弟子 所以一般负责打人那个 对他都会手下留情 就不像对付外来人的手 那么狠 那个年轻人要冲出来拿打 那见到堂上八个掌佬 摆了头之后 马上拾一声 就站在四金刚面前 指着他们就骂了 你们这四个 就所谓的四大金刚 我看根本不像 老大 你什么金刚 分明像只猪 老子像只狗 老三 猪狗不如 老四 不如猪狗 你这个年轻人 真真既 你那叫鞭皮帮 只不过是小智辈 對著這四大金剛居然敢鬧 而且一陣間出手打人就是他們 你不是想激起人家把火嗎 你就是要激起你把火 原來在鞍皮幫裡面的規矩 你一旦落場搶獻堡 就要激起人家拋火 讓人家出行力來打你 如果你對對方這麼客氣 希望跟人講一下交情 讓人家手下流情 絕對會被周圍的人看不起 甚至會趕你下場 這個年輕人一開口就罵 而且罵得這麼狠 果然搞到四周圍人人都拍了手掌 讚他有膽識 四大金剛的老大廳這樣罵 他也忍不住掩頭 英俊果然有幾分骨氣 準備挨打 年輕人一聽 馬上兩隻手握著頭殼 用手掌夾著太陽穴 兩隻腳坐力一攪 剛剛好 護著腰腎 一側身 啪聲 睡在門口 好 各位 這個年輕人一睡 有講究 他雙手抱頭 遮著後腦殼和太陽穴 兩隻腳夾著 護著自己的姑姑和腰 起碼打不正要害 按照鞍皮幫的規矩 按照鞍皮幫的規矩 都是獻保拿彩的人 怎麼打得得 就是不能打擾海 如果不是當場打死人 起碼要打人命 官司也很麻煩 四大金剛的老二和老四 見一個年輕人睡好 日劣三袖 抓他上前打人 誰知道他那個巴山虎 制止著說 嘿 算了 二弟四弟 不用打了 什麼 大哥 為什麼不打 你看這個年輕人 打他的嚴殺氣 那個年輕人一聽 就覺得奇怪了 什麼 四位前輩 為什麼不打 小子 我原本以為你好淡色 你睡在哪裡 按規矩 你要睡在門口正中 塞住門 但是 你塞住一本 還留著整條路 被人走得出出入入 還叫什麼搶獻保 這麼沒膽 你四大爺 就免得打髒自己的手 那個年輕人一看 哎呀 原來真是自己緊張那頭 睡個位置都不對 即時移回身 我現在塞死門了 你們 你們動手 嘿嘿嘿嘿 唉 俊仔 銀皮幫的幫規 要獻保 要拿取 你就要拿取這份膽氣 要起定神限 嘿 你緊張得 連睡個地方都找不正 那還拿什麼彩 獻什麼鬼寶啊 這麼小膽 快點回去 叫你媽媽照顧你兩年 再來和你四爺爺獻本事啦 這個時候 二樓一個翠雲堂的姑娘仔呢 也忍不住在上面叫下來了 是咯是咯 大爺啊 你都免得打他啦 你看一下 還沒打 他都嚇到賴了 哎呀 小子 你看一下 還說學人來獻保 看看你的褲 濕了啦 快點回去 叫你媽媽幫你洗一下他啦 其他人聽他這樣說一看 嘩 哎呀 那個年輕人的褲浪位 果然濕了一攤水積 都不知他緊張得出汗了 因為真是賴了 眾人看來忍不住 哈哈大笑 那個年輕人滿臉羞 掩著臉就走了 原本和他坐在一起 一怕同伴見到 十一星起來 對著他四大金剛拱了拱手 四位人兄 我這個兄弟剛才雖然緊張 但是 實際上 他都是有心來 搶一搶獻保而已 我們大家同樣欣皮幫弟子 你不高抬貴手就算了 反而用這樣來收了他 我楊德彪第一個不服 哈哈哈哈 不服那你想怎樣啊 哈哈 枉你四個一身武藝 稱為四大金剛 但是實際上 你們自己的居然金心 被樓上那些千人騎 萬人騎的女人 來做保鏢 哈哈 講賤啊 你們的骨頭豈不是更加賤 哎呀 好爹 哈哈哈哈 鬧得好 楊德彪 看來你今天 真是想落大了 楊德彪 見了自己的同伴 被那四大金剛的錦泥 閒落發 他是有心 以為他兄弟爭一口氣 站起來 對著那四大金剛破口大罵 他一鬧完 果然是激起那四大金剛的火了 大金剛巴山闊一天 好爹啊楊德彪 你把口罵得金剛 這麼毒 看來真是想落打了 哈哈 沒錯 我整身骨頭 現在都不知道多麼狠 就是想你的四金剛 四金豬來拋一下痕 講完之後 楊德彪就擺回 剛才的年輕人一樣的姿勢 翻身一扑扑 阿仙 睡在門口那裡 這次呢 他睡得定定條條 真是把整個門口都塞死了 二金剛四金剛一見 看見他擺好姿勢 即時劣起手腳 衝上前去 叮叮叮叮叮 對著腰背 一陣拳打腳踢 等他們打他一輪 楊德彪躺在地上大聲喊 唉 我都說你那些四金剛 簡易是四金豬 沒有離腰骨 是不是昨晚被那些忌仔姑娘 弄得你骨頭都軟了 這些拳腳是不是這麼沒力 戴在老子身上 好像拗痕那樣的 旁邊的人 看見他被人打完一輪 哇 還那麼口硬 而且聲音的中氣 還那麼足 人人都忍不住大聲喝彩 好惹 好漢 認真好漢 二金剛四金剛艇 人家這樣喝彩法 更加覺得沒面子 出行力 又一輪拳打腳踢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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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拳頭打得好像雷鼓那樣 但是 楊德彪看來 身上的橫練功夫 真的有幾層功力 不僅面上 一些痛苦的神色都沒有 反而越打越笑 哈哈 兩位 喂 如果你們太虧了 麻煩吃點大力丸補一下 喂 這樣還叫做四大金剛 唉 不要和你主人標架 你們看啊 你自己啊 你們的拳腳 被翠眉姑娘幫我按摩 打背脊的時候 他的力度還要小 還要輕啊 而金剛四金剛 聽到他這樣說 唉呀 一個臉 吐到像豬肝那樣色 一個呢 那條頸 青筋暴焰 兩個人互相洗顏色 一個人拿三支棍 另一個人拿了把長頂斧 倒轉用斧頭兵 向著楊德彪的腰啊 大腿啊 又一輪猛打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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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唉呀 這輪呢 楊德彪的雖然 依然是塌腥不出 但是額頭都飆了冷汗 大家見到啊 他原來還這個腹腳 大腿那裡一倒道的血痕 背正呢 也濕了一大片的汗珠 這次的棍棒 看來他都幾緊捱啊 但是 他忍著痛 依然大聲喊 好 好 這幾下就有點味道了 嘿嘿 過癮 過癮啊 哇 唉 撒時間周圍 看熱鬧那些人 連來啊 那八位長老一齊拍掌 叫起來好上來 哎呀 果然是他這麼得捱打的好漢啊 他二金剛四金剛 見到這麼多內人 你不可 兩個人滿面羞慘 正要收起兵器就退在一邊 就是這個時候 老大巴山虎拍掌了 哈哈哈哈 好爹好爹好爹 果然是不頭苟硬 是一條好漢 我老爸 靠著你這個朋友 楊德彪見他笑容容容地伸一手來扶自己 剛才他是激於一辭二憤 而且呢 也要生氣對方 對自己兄弟太過不留情面 所以才罵得這麼狠的 畢竟對方 在自己幫中的四大護法 畏高權眾 又怎麼真是過分得罪人家 現在見到那個大金剛的伸手來扶自己 還哪敢擺款 日幻腰 啪一聲跳起來 雙手拱手抱拳說 小子怎麼勞動大護法 你老 剛剛說到老人家 人家那兩個字都沒說出來 就是這時候 忽然之間 巴山虎 一個不提防 向著楊德彪的丹田一腳踢他 啪一聲 哎呀 這一腳踢正楊德彪的肚子 哎呀 楊德彪一下子沒有提防 因此一聲慘叫 他叫了半聲 立刻就掩上嘴 哎呀 但已經來不及 原來鞍皮幫有個規矩的 只要你還在捱打的時候 你就只能夠罵人 又不能夠喊痛 只要你喊痛喊出聲就算輸 之前捱的打全部都不算數 而且呢 在獻寶的時候被人打到喊痛喊 這麼沒骨氣 以後啊 你都不用在鞍皮幫我擔高頭做人� 本來兩邊看起來鬧的人 人人都覺得這個楊德彪好本事 誰知道他現在一喊痛喊 哎呀 個個都替他可惜啊 楊德彪也很後悔啊 哎呀 為什麼自己猜不到人家有這一著呢 他真是又後悔時又谷氣 忍不住要坎頭埋牆 楊德彪 楊德彪 就在這個時候 本來坐在旁邊一直不出聲的黃太帥 忽然站起來了 各位 我們幫中這個叫楊德彪的兄弟 今天獻這個寶 雖然沒有拿彩 只不過 大家剛才個個都有眼看 老巴踢拳這一腳 也有些犯規 甚至是洗了些手段 所以照我看 楊兄弟今天沒有丟架 不算輸 他還有一條好漢 大家說 是不是啊 眾人一起應 是 王太帥噁頭 轉頭對巴山虎說 老巴 一會兒你回去拿十個大洋 讓楊兄弟拿彩 也算是他的醫藥費 楊德彪聽到 也不知多感激 馬上跪下和王太帥溝頭 多謝幫主 多謝幫主賞賜 說完之後他掙扎著牌身 摇摇呆呆地走出去 哎呀 太帅爷 你真是一副菩萨心肠啊 在上面的老人家 忍不住摸着胡桑来笑 前辈过掌了 黄太帅就即时很谦虚地说 其实呢 我们大家都有从底层挨过来的 老实说啊 鞭皮帮这碗饭不是那么容易吃 照顾得到的 那当然照顾一点啦 在这个时候 在人群之中 走着个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出来 他的衣着打扮 跟其他人差不多 只不过 在他肩膀那里 搭着个长长布袋 一走出来 他对黄太帅抱拳为礼 黄掌柜 黄太帅 在下有一件事 看得不是那么明 想请黄掌柜的指教 咦 这个人 整把天津口音 啊 天津人 难道啊 这个是今天要来献宝的主角 众人即时又精神上来 黄太帅也都满面笑容地拱一拱手 这位大爷 这位大爷 好面生啊 难道是天津来的高手 请教专姓大名啊 在下姓高 指教就不敢当 有什么说话 高兄弟 即本说 没 我想请教汪掌柜 你是多少的兄弟而已 惭愧惭愧了 我黄家 已经是两代单纯了 在下现在孤身一个并无兄弟 不是吧 为什么我听说 你有九兄弟呢 九兄弟 可能就算了我的梳堂大佬小佬 如果算了梳堂大佬小佬 那就认真够多了 又怎么指九个呢 不是不是 我听说 你只要亲亲九兄弟 而老狗呢 就叫你做大佬 如果七个都是你哥 所以 继续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派兄弟 你是货真价实 不折不扣 是你老爸饿了例的 胡桂黄八蛋 哎呀 这番话说出来 就算黄掌鬼 这么好咸阳啊 都当堂的面色大变 连个八位掌老 继续 四大金刚啊 人人都面罩乌云 到了这阵时 人人都知道 这个年轻人就肯定是今天 要来献保的主角 那落得牢献保 骂对方的人呢 这个原本是规矩来的 但是你骂的骂的骂得有分寸啊 黄太帅 黄掌鬼呢 他是妓院老板来的啊 你骂人是乌龟 黄八蛋 那不是说他是龟公 这个就认真犯着人的忌讳啦 四大金刚听了这番说话 人人都生气到 面都歪了 黄太帅呢 虽然嘴角的依然还有一点笑 但是笑容都已经有一点僵硬 他不管这个高不就了 另转身也一坐下 轻轻摆摆手 而且手上呢 稍微有点向下的姿势 四大金刚的老大 巴山库一看 明白啦 老板开声 你魂要落杀手啦 你魂要落杀手啦 别忘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